Hello,大家好,我是八哥,现在从云南回来了,今天刚刚从云南回到中国河口 这次去云南的话,总共花了两千多块钱,过去带着三千块,花了两千二三 回来身上还剩了七八百块钱,然后这次去在海关那里,总共给了云南女朋友小凤九百块钱 然后两个人在那里花了一千多,总共的话下来就两千多块 现在我今天的话,刚刚回到中国河口这一块,然后明天的话我就准备把房子退掉了 退掉房子,然后准备坐火车去昆明,然后在昆明带两千 然后再准备从昆明坐飞机或者是坐火车,然后回西安老家 在家里面待上两三个月,在家里陪陪父母 因为现在太热了,东南亚这会儿太热了,热得受不了 每天温度很高 然后回家在家里待上几个月 家里也比较凉快 在家里陪陪父母,跟父母待一段时间 也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回去了 也该回去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了 这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 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 所以就是有困的话 还是要坐回家去看看 就这样的 再一个现在 视频收益也不好 直播的话也不好 在这里待着的话 开销也很大 也挣不到什么钱 所以就准备想回去 休息一下 这次去越南海邦 也带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多了 这次花的钱不是很多 花的钱不算多 在海邦带着这么多钱 跟越南你朋友小贡的感情的话 总体来说还算行 还算可以 现在暂时的话 我就不打算去了 暂时回来的话 这几个月我就不过去了 因为他在那里学习宋外的 我过去的话 也有点影响他学习 因为他每天的话得跑出来 跟我一起玩 营养他学习 在我过去的话 开销太大了 过去在那里开销很大 在那里花钱很快 经济压力很大 输不了 我过去在那里的话 现在天气热 宾馆一线的话得差不多 经济一百块 一间住宿很贵 两个人在那里吃饭的话 一间的话也得一百多 如果再去随便玩玩 每天开销 两三百 开销非常大 花钱非常快 而且我在海发那里 我也直播不了 在海发那边拍视频收益也不行 拍视频收益又是好的话 我在那边可能还能带得住 在那边拍视频收益一点都不行 拍视频也没什么收益 所以我就不想去的 如果我去的话 我就要继续给生活费 如果不给生活费的话 小峰还是不高兴 你看我这次去给了九百块 反正都有点不是很开心 有点不是怎么高兴 因为第一次给了一千八 第二次给一千二 这次去给的就更少了 他反正就是 反正嘴上不说什么 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 不是那么开心啊 人都是爱钱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管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的 都爱钱 给钱多了就开心 给钱少了就 不是很高兴嘛 所以暂时这几个月的话 我就不去海发了 一个是太热了 二个就是开销太大了 在那里又没法通钱 现在的话下次来的话 我就等到十一月份 等他学完这个中文以后 我再过来 最近这几个月的话 我就不来了 跟他在一起相处了 这几个月 哎呀 东西来说咋说呢 感情还算可以吧 如果我到海方的话 给他给的钱太多的话 我自己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我自己感觉又有点吃力 又有点吃不消 因为毕竟我现在的收益很残淡 我现在的这个自卖器收益 只管一个人的这个吃着 换一个人的生活还可以 换两个人的生活的话 就根本就换不下去了 自卖器收益也不行 如果给他继续 给两千块钱左右的话 我自己感觉有点吃不消 经济压力太大 给他耍的话 他又不开心 所以我最近这几个月的话 就不打算过去了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再过去 年底到时候过去以后 我就准备给他办护照 然后办签证 带他到中国来逛来玩 这几个月的话 我就不去打算他了 在海方那里 他每天的话 要去读书去上课 然后剩我一个人在海方那里 带着也无聊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的话 要么就是出去溜达 出去到处逛 要么就是一个人在病院里面睡觉 所以在那里还是挺无聊的 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时候 小凤跟我说 不用给生活费 过来以后 给不给都无所谓 想给就给 不想给就不给 你不给我也不要你的生活费 我有到家人 有家人给我 你不用给 没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过去以后 说实话他还是想要这个生活费 反正就是这样的 你不给家的话他就是 不是那么高兴啊 最主要是刚开始给了 你后来如果再不给的话 人的这个心里就落差 你要是不给一直不给 那就可以 那就没什么心理感受 你前面给的 后面不给 人的这个心理感受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就是 有点不是很开心 我后来我一看他不开心 不高兴了 我就给了他900块 总共 很多网友问我 到越南找老婆好不好找 能不能找得到 说实话我在越南 现在也待这么久了 从去年十月份 然后我过来越南 到今年现在六月份 在这边断断续续的话 也待这么久了 我感觉说实话 在越南这边找个老婆 没那么容易 越南现在经济也发展起来了 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在越南这边的开销 也是越来越大 我感觉在越南这边 如果没有经济实际的话 即使你早到了 也很难成功 真的 后续经济跟不上的话 就是你早一个的话 也很难走到最后 越南现在的话 说实话还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比老挝的话 又难 这几年越南经济发展 也比较快 他的消费 各方面的话 我感觉很多东西 比中国还贵 跟小凤说实话 谈了这么久 现在我心里 也不是特别的有把握 只能到他不这个中文读完以后 到年纪的时候我再看 再看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 现在我心里的话 也没也没十足的把握 然后暂时的话我就不到海方去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火车票 我先把去昆明的这个火车票 然后预定一下 然后我这两天先把房租一退 把这个水间费各方面这个账一节清 然后我就离开云南河口了 先到昆明 然后从昆明回家 这次回家的话 也不知道能待多久 但是我感觉最少的话 要待下一个月 到后边的话再看情况 再看是去哪里 其实我想 路一个自行车 去骑行东南亚呢 但是不知道 能不能完成这个事情 现在天气比较热 东南亚就没法骑 我想等天气凉了以后 我买个自行车 我骑行东南亚 骑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 然后把东南亚然后骑一圈 好 暂时我就是这样计划的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接下来就 接下来就准备出发回家了 暂时这几个月的话 就不来越南了 在越南这边也待着这么久了 说实话也待着有点心烦了 待着有点烦了 真的不想在这里待老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话 有可能要换个国家去 去别的国家 好 今天视频就聊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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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